大国创新当有重器 大国创新当有根基 浦东为何成为大国重器的新阵地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浦东如何引领大国重器 全球重破 特别是在光子科学里 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头脑风暴 携手东方财经浦东频道 特别策划 浦东全球之路新出发系列节目 大国重器浦东助就 精彩即将展开 全球创新看上海 上海创新看浦东 欢迎来到浦东 全球发展之路新出发的 特别节目录制现场 我是主持人周勤夫 欢迎大家 欢迎 前段时间 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 都锁定在了浦东 因为咱们中国的 第一架大飞机C919 也是在浦东 研发生产组装的大飞机 第一次是试飞成功了 我一直在回忆 我当时的感触是怎样的 有感动 激动 振奋 还有一个就是自豪 假如您和我 当时一样是这样的感动的话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为您带来 无数次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因为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为您 一一罗列出 在浦东研发生产的 类似于大飞机这样的 国之重器 我相信您一定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准备好了吗 一起阵入今天的 头脑风暴 上海浦东全球之路 新出发特别节目 大国重器 浦东 最近一段时间 你的朋友圈是不是被各种 大国重器刷屏了 立下之日 C919大型客机 一飞冲天 一个多小时的精彩飞行 竟显全民网红气质 此前 天舟一号发出首单 太空快递 首搜国产航母下水 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诞生 一系列科技创新领域的大事件 令人目不暇解 大国创新当有重器 我们为创新突破 纷纷点赞 振奋不已 2017年 上海浦东新区迎来 开发开放27周年 加速向全球创新测源地 进军的号角 已经吹响 浦东正以全速 在全球之路中前进 站在面向未来的新起点 浦东如何继续当好 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 作为前沿探索的 科研力气汇聚 世界级基础研究平台的浦东 如何引领大国重器 全球重拓 由此 头脑风暴 上海浦东全球之路 新出发特别节目 邀请大国重器嘉宾 与权威专家 为您现场解读 风暴即将开始 谢谢 郭文中心 超级计算机中心 大飞机等等等等 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理解 他们的这个头衔 我反正是有点摸不到门道 我们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愿意起来作答一下的 上海应用物理生命科学研究部 上海光源中心 您听这个字面的意思 您觉得干什么 有关光的那种发明啊之类的 发明光 发明光 还有更多一些想象吗 研究光 来 我们来请 何主任 您取勾插牌 他说是发明光 研究光 您觉得靠谱 您就举勾 不靠谱 举插 勾 恭喜你 如果您是蒙的 但是也恭喜您蒙对了 好 发明光 研究光 待会儿我再问您是不是这样啊 好 我们来考第二个 第二个是上海生物院生物研究所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谁对这个蛋白质科学中心 有想法有感受 那你先来回答一下 我认为这个蛋白质研究中心啊 主要是研究一些 跟那个蛋白质有关的一些学科啊 比如说像那糖蛋白的话 它可以治疗一些很多疾病的话 它在糖蛋白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或者是进行加工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治疗很多未知的疾病的 就是咱们已经很难解决的疾病 来 我们问一下 问一下咱们的丁建平 丁主任 您觉得他的回答 也答对了 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刚才起来这两位肯定不是托儿 好吧 我们来试试第三位啊 第三位是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谁有感觉 谁来回答一下 我感觉应该是和计算机有关的 就是电脑吗 对对对对 发明吧 是网吧 是网吧吗 不是不是 程序之类的应该是 就编程的马农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好 我们来问一下李主任 您举勾插牌 都答对了 大片力很没事 大片力很没事 看来咱们今天这个观众的水平很高啊 假如都答对的话 那这样吧 我们就把这个正确答案更加地给大家丰富一下 到底是干什么的 来 我们来先行一下何主任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刚才这位观众提的问题呢 我举了个沟 答对了 但是呢 恐怕可能你们想象的也不完全一样 甚至是差得比较远 上海应用物理生命科学研究部主任 上海光源中心副主任 上海光源确实是一个产生光 利用光来做科学研究的地方 但是这个光呢 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 上海光源我们确实是一个发光的装置 这个装置多大呢 我们的主要的加速器 周长432米 整个的实验就是整个装置 大约600米 现在一个体育场 就是一个体育场大小的发光装置 利用这个发光装置 我们主要是产生的X光 利用这个X光可以干什么呢 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很多相关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 到生物制药 像我们的用户 他们就会用到 利用我们这个光源 来研究他们的新药物 我们可以做其他的很多的研究 包括在材料科学 包括在化工产品 以及包括这个考古等等 都可以做很多的研究 好 谢谢 看不见的光 对 好 这个定性我们了解了 我们再来问一下丁主任 这位嘉宾基本上都对了 就是说你的概念是对的 那首先我们理解什么叫蛋白质 丁建平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中心执行主任 蛋白质是所有生命活动的功能的执行者 所以它跟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 每天的生活是密集相关的 所以一旦蛋白质发生病变以后 会产生各种疾病 所以国家蛋白质中心 就是说有两大任务 一个是承担的对国家蛋白质设施的一个管理和对外的开放 要对国内外的用户 要基于蛋白质设施开展前沿的科学研究 全方位的服务 第二是基于蛋白质设施组建优秀的研究团队 开展国际前沿的科学研究 产生出前沿性的高端的研究成果 为人类服务 所以你刚才讲得对了 但是我想再对计算机突团一下 好 来 李主任 所谓超级计算机实际上一个是速度快 李根国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副主任 现在比如说最快的计算机相当于200万台危机 第二个超级计算机是少数国家掌握的技术 现在中国是集民国和日本之后 第三个能独立制造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超级计算机当然是重大应用 国家安全 壮大装备 还有生命科学等等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我觉得超级计算机那跟老百姓的生活就息息相关了 比如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是算出来的 还有老百姓感觉到就是说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比如说你现在买高铁的车票 那是很容易手机里面点一下就完成了 这个后面是有强大的直载机作为支撑的 所以说超级计算机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因为我们是操在后台 都躲在后面的 对 幕后英雄 幕后英雄 好 我们给幕后英雄伯伯伯长 好了 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说了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都是大国重器 介绍的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大飞机 好了 下面轮到咱们李主任了 您还是帮我们解释一下大飞机 国产大飞机 国产解释一下 大解释一下 为什么前面会有这两个词 李沪迅 中国商飞总装制造质量顾问 海外特聘航空专家 曾在美国通用电器工作多年 第一 大飞机 我把后面提到前面 大飞机和小飞机 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已经成功地 投入商业应用叫AR-21 这是一款直线飞机 这次C919首次首飞成功的 我们称为是大飞机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在航空业 称为一个是支线飞机 一个是干线飞机 那C919就是一个干线飞机 从它的重量 从它的载客人数 是归属按照国际标准 是属于大飞机类了 它和国际上的空客320 和波音的737 是相等的一个水平 那么至于为什么说国产呢 我们说这是我们中国自己 自主产权自己设计的飞机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疑问 我的很多同学 很多和我认识的人都在问 说你们说的国产大飞机 好像只是造了一个壳 里面的心也不是你们的 那么怎么能够称为是国产和自主的呢 第一点它的总体设计是由我们国家自己设计的 第二个呢就是系统集成 第三个呢是全球招标 第四个呢是逐步国产化 我在国外航空业工作了将近30年 设计的飞机也不少 参加的首飞也不少 举个例子 最先进的波音的787飞机 它的发动机也是由Ross Royce 欧洲的和吉一的 吉一是美国的 波音787这个飞机的 它的一级供应商是国外的供应商 有23家 那么波音的787的机翼是由日本提供 碳化材料由意大利提供 所有的这些很重要的部件 都是由不同的国家最好的产品集合在一起 空客380也是这样 它也有将近50家的国外的供应商 供应它的产品 所以这没有什么稀奇 很普通 很正常的一个做法 好 谢谢 这儿有两位这个企业代表 用户代表 假如你们离开他们行吗 那我先问一下这个齐老师 离开他们肯定不行 就是说我们很多工作的开展 是基于这种光源 基于蛋白质设施这个大平台 齐建勋 中国科学院卫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光源和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应用方 我自身是研究病毒的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得感冒 对吧 感冒就是流感病毒引起的这样一种症状 我们知道2014年在西非在非洲爆发了一个埃布拉疫情 也是史上最严厌的埃布拉疫情 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病毒的结构 来破解病毒入侵人体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机制 并进一步基于这个机制 我们来阻断这个病毒的侵入 那么我和国内外很多同行一样 主要采用这种高亮度的 高准质性的 单色性的这种同步辐射光 或者是采用这种透射电竞的方法 来解析我们的生物大分子的结构 并进一步基于这个结构 去来研究它的功能 来 我们问一下任总 您呢 人德林 维亚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物部副总裁 上海光源和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应用方 就是说我们维亚公司呢 是这个什么公司呢 就是专门以蛋白质结构为核心为平台 进行新要研发设计的这么个生物技术公司 所以说今天在座的两位 南海公园和蛋白质中心 都跟我们企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在大学实验室 每年到上海公园能够解析的结构 可能也有八到十个 一般来说就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们公司每年要去解除 大概一千五百到两千个 这个规模的结构 我们跟全世界前十大药物公司的七家 和一百多家国外的药物公司 都有非常紧密的业务合作 我们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主要是受益于上海公园 但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好 一世父母 来 再给一世父母 咕咕咕咕咕咕 四位的单位都是大国重器 但是我们知道 你们所涉及的领域不一样 我们最后请四位这个老师 在题本上写一个词 觉得咱们这个大国重器的 这个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来 有请四位 好了 我们看四位老师已经写好了 来 一起举题吧 我们看一下 各位写的是什么 归宝 共享 综合集成 重大科学装置 写的这个是有共性呢 还是各自领域各自单位的一个特殊的存在 廖老师 大国重器呢 这个重器啊 是在夏朝的时候发现 就是创造这个词的 主要是青铜器 鼎盛的是夏洲 然后到战国时期呢 就衰败了 这是它的来源 那么一般说这个大国重器 我查了一下字典 它是指大国或者强国呢 这个拥有高科技制成的一个装置 也有一个电影叫大国重器 是指先进的制造工业等等 那么主要是看它的 刚才各位嘉宾也说到了这个 那么从我个人来看 这个是大飞机这一块 我想它是一个 我们称为是工业一个钻石 所以我把它请是一个规保 好 谢谢您 我刚才写了两个字共享 那么作为上海中心呢 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受来讲呢 就是说这种大资源 那么它发展也很快 所以最重要的呢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科学家 还是让老百姓 我们能够共享 能够来充分地使命这个机器 所以我们虽然在幕后的 但是我们希望提供的这种计算能力呢 能被广泛地能够 大家很容易运到 像水电瓶器一样的来运超算的资源 好 谢谢廖 来 您请 生命是非常复杂的 而任何一个人体 像人体里边有两万种左右的蛋白质 所以要研究这么多种不同功能的蛋白质 是要需要各种不同的仪器设备 来开始研究 所以国家蛋白质设施就结成了这些不同种类的 我们可以叫十八般五一样样俱全的 这样一个全球生命科学领域里边的 首家综合性大型设施 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一个 第一个是综合 它的综合能力 第二个它的结成 它的结成能力 你要想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这个一切设备都会找得到 好 来 何准 我心目中的大国重器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是这个 它是叫设备技术复杂 先进 投资巨大 这个是刚才陈老师已经提到了 第二个是作用巨大 这两条 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大飞机 它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是我心目中的大国重器 那我们上海官员 我认为也是符合这样一个标准 是一个重大的 投资巨大的科学装置 我们来问一下评论员老师 二位觉得这四家单位 能够担当得起 大国重器这四个字吗 先问一下陈先生 我理解这个大国重器 它就是指我们在 大型的重要的 这种科学研究的装置 和我们这个研究开发的 这种装置 陈凯先 全国政协委员 中科院院士 上海市科学主席 它的这个特点 我想一个就是 比较投资要巨大 不是这个小规模的 小型的科学仪器 无论是物理的赤度 或者投资的昂贵 可能都是要远远超过 上海同胞辐射光源 光源 它整个的增长 600米 600米 就像一个运动场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研究装置 刚才已经讲 不是可见光 而是X光 红外光 跟着这些不同的波段 这种产生的这种特殊的光 可以帮助我们来 研究很多的东西 刚才像这个 蛋白质科学设施 这里面也包含着很多 比较昂贵的 尖端的 先进的 这个仪器装备 所以这样的仪器装备 集中在一起 提供我们科学研究 作为重要的工具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国重器 还有我们超算中心 超级计算 我们可能在发展的历程上 比美国 比日本稍微晚一点 但是目前我们达到的水平 可以讲 我们可以长期 距离全世界 超算里面 我们是已经好几年了 我们是处在全世界最快 所以我想这些应该 讲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 大国重器 我演一下 大国重器这几个字 首先体现在大上 王维刚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 张江管理局副局长 张江高科技园区 管委会副主任 这些设施规模都很大 投资都很大 以上海光源为例 它的建设规模的投资 达到人民币12个亿 刚才讲到这样一个 光源的直径是吧 就600多米 那这是一个大 规模大 投资量大 第二个大的就是大国 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 增合国力很强的国家 是很难承担的 大飞机像我们就更是这样 再一个讲到重器 就是说这些研究设施 对国家的发展 对我们前沿科学技术研究 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很难在前沿科学研究上 争取我们的一起之地 如果没有他 对我们增合国力的增强 也是永远做不到的 所以我再演一下 所谓的大国重器 上一节 现场四位大国重器的嘉宾代表 为观众解读了 大国重器是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 以及他们所认为 能够成为大国重器的核心关键词 同时现场其他嘉宾也带来了精彩点评 下一节 头脑风暴将继续展开讨论 浦东为何会成为大国重器 扎堆的热土 我想是一个聚集效应 国家战略的引导 无论是浦东还是特别是张家 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 创新创业的富贵 头脑风暴 上海浦东全球之路新出发 特别节目 大国重器 浦东铸就 正在播出 广告回来继续精彩 25年前 这里盛产红铃和油菜 一派田园风光 25年后的今天 这里是上海科创的代名词 上海光源中心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这些被称之为 大国重器的 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如今在上海浦东 张江核心区悄然急剧 并以此为依托 形成了一批 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 大科学装置和科教机构集群 加速向全球创新测源地 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 浦东正以全速 在全球之路中前进 作为前沿探索的科研利器 汇聚世界级基础研究平台的浦东 如何引领大国重器 全球重托 风暴正在继续 我们来先问一下 刘老师 大飞机C919 是在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的 起飞的那一餐啊 您在哪 您在机场 我在 您在浦东机场 我在浦东机场 我在浦东机场 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当时在那个 看着那个大飞机啊 在滑道上 越来越快 突然就离开地面了 因为离开地面 就一冲飞上云天了 当时呢 所有的年轻人啊 年轻人都站在椅子上 欢呼 那这一次我自己 实实在在的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也可以这么说 参加了这个项目 也亲手做了自己的贡献 看到我们的飞机 一冲飞天 我也非常高兴 非常激动 能感觉到 说得比较动情了 再次给 刘老师掌声 好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再 接着问一下三位专家 咱们的这个中心 落户浦东的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第二个选项 或者为什么最后 落户在浦东 是偶然还是必然 来 问一下刘老师 应该说是一个必然吧 因为我们上海 上海中心落户 早上是两千年 那么上海决策 放在浦东 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平台 能够对浦东的发展 有一个带动 同时我们现在 也享受了很多 这个浦东的 很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的很多大用户 都在浦东 比如说我们跟商费 就是很近的 包括光源 戴白志 落户在浦东 我想是一个聚集效应 好 谢谢 谢谢 来 杨老师 包括这些大型实施的 科研单位和大学研究所 和生物医院和生物技术的 这些公司创业单位 它可以更好地发挥 这个蛋白质实施的 效力和使用 好 来 何老师 当初上海光源的选址 确实有几个考虑 就是包括在张江 包括在嘉定等等 但最终落户张江地区 我想这就是上海市的战略 就是要把张江地区 这个科技发展这一块 而事实上我们上海光源 是一个入住 应该说是最少的 从国家大科学装置角度讲 是第一个 我们建设的时候 周边全是一块荒地 那时候还都是农田 这样子 所以我想就是 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之下 我们落户了上海 落户了普通 选择了普通 好 四位都说说 自己落户普通的一个原因 我们来问一下二位专家 到底他们落户在普通 这么多国之重西落户在普通 是顶层的一个布局呢 还是这个企业 基于自己发展的考虑的 一个自主选择 来问一下 陈院长 因为我在藏江 在浦东 也有差不多 十多二十年的经历 经历了藏江 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我的感觉讲 可以讲 一个就是国家战略的引导 第二我感觉到 它也体现了一个急剧的效应 有多种学科 多种行业 多种发展的这种领域 集中交叉在一起 这样也形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 发展的宏观环境 这样一个很好的氛围 第三我觉得就是它确实也是 因为也非常好的创新文化 浦东也好 藏江高兴科技的园区也好 它是从零开始 有一种创业者的这种创业 这样的一种锐气 这样一种精神 就想这个是在整个上海 我觉得是特别体现的浦东跟藏江 是体现的特别好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我想就促进了浦东 它能够成为大国重器 我们这么多的科学重大装置的 集中发展的这样一个区域 好 谢谢 接下来 其实我更想听二位来解释一下这样的现象 我们先问一下齐老师 您虽然是这个也是科研院所 但是您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个 这个效率和成本的最低化 假如没有它们的话 您觉得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上海公园 没有蛋白石中心 我们的工作是如何开展 在上海公园和蛋白石中心之前 国内的科研工作者 为了做这些科研实验 因为国内不具有这样的平台 不具有这样的设施 所以只能跑到国外去做实验 那么以我自身为例 我过去就经常去美国的APS 美国的先进公园 去日本的Spring 8 去采数据 去做实验 这带来两个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基石有限 我们只可能以 国际用户的身份去申请 我们知道 这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籍的 但是每个科学家是有国籍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基石是有限的 第二方面我觉得 就是这个周期性和时效性 我们如果跑到国外去做实验 我们首先去办理一个签证 对吧 办理签证需要周期的 我们很多科学实验 实际上是等不起的 所以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公园 没有这个淡泉中心 我们的工作如何展开 那你们在他们那儿 做实验的时候 问一个这个 他们收费吗 这个 我们国家这个大科学装置 对于国内的这个学术机构 对于国内的非盈利机构 是免费的 所以二位坐在这儿 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您是免费的 对他肯定是收费的 因为他是公司嘛 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模式了 就是说所有的这种大型的设施 对科研 对这种大学都是免费 那么对企业都是收费 而且这个费用还不少 但是我们国家的收费标准 跟美国的EPS 跟日本跟欧洲比 还是要便宜一些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还在 特别上海公园 对我们企业的发展 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最大的一点是什么 最大的一点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们上海公园 在刚起步的初期 在09年的时候 我记得 他们只有一个贡献 离我们很近 我们可以派我们科学家 直接到公园里面去 直接自己去挑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挑出我们最有用的 这个效率会大大提高 这样的话呢 效价比要高出很多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还承担一定的风险 特别是美国这里年代 对它的这个海关上呢 审查非常严格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东西 是在-100度以下的东西 在保存 它要检查你的东西 跟你报东西是不是一样 它拿出来 它东西拿出来 瞬间我们的蛋白质晶体 会化掉 去年发生过的一件事情 我们300颗晶体 因为它们要检查 要打开 打开一看呢 说是对 然后再奉行 但是我们晶体 全部报废 也就是说 我们几个月的工作 做废 我们得重新再计 重新再月期时 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如果在上海公园 我们就会有这个风险 所以咱们在企业 是离不开他们的 那当然是 所以我说 它是我们的医师父母 对 好 我们再来请接下 王主任 您看见 我们看见一个 很好的良性循环 咱们的企业 和咱们的科研院所 还有咱们的科学之间 好像非常好的默契 很好的一个配合 这个肯定是乐见其成的 这是设计出来的 作为政府在其中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这也不是 完全是设计出来的 其实像这些 中文大的科学基础设施 实现共享 它是在全球范围里面 也是一个普遍的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些中文大的基础设施 开放和共享 对于提升 我们区域的创新能力 是有很大支撑的 第二个方面 这些设施落在张江 其实对张江经济的发展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像张江 现在的生物医药产业 已经是全国研发能力 最强的一个区域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大国中企 所起的作用 是功不可不 以托先进的 大科学基础设施群 上海浦东已集聚起 全球高端创新资源 向着机身世界 一流实验室行业的目标 不断接近 然而放眼全球 几乎全部地区 都在对大科学装置的研发 做着深入布局 因为这些大装置 推动和孕育着 超越前人的创新 在美国 美国能源部 以托阿贡先进光源等 三大同步辐射装置 若干国家研究中心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建立科学中心 解决了美国能源 材料和生物等领域 许多前沿科学问题 和关键技术 而作为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高地 欧洲核子中心 也成就了多个 国际大科学计划 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 以及由华裔物理学家 丁兆忠领导的 阿尔法茨普一项目等 不难看出 全球在大科学装置上 正在激烈地展开竞争 那么上海能否抓住契机 建设一个大科学装置集群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 和世界科技前沿 最终实现 以科学原创力 推动产业科技发展的目标呢 对标全球 大国重器浦东 如何练就 风暴正在继续 好 欢迎欢 首先来问一下 李老师 大飞机成功试飞 迈出了第一步 可喜可贺 但是我们知道 商飞的前面还有 刚才您所说的 空客 波音 有差距吗 有距离吗 您怎么来看这个 首飞成功 但是这并不表示 我们已经完全取得了 C919的成功 不是最后的成功 就是说我们的飞机 首飞成功以后 它还要进行 一系列的认证 要通过这个国际的 一流审核 也就是试航认证 又取得一个证明 那么取得这个证明以后 我们才能进行商业运行 所以商飞公司决定 一共要造六架试飞机 从它的结构方面 疲劳试验 还有它的一些飞控 燃油 液压 导航等等一系列的 在各种苛刻的条件之下 证明它是安全的 是可靠的 是符合我们试航要求的 同时我们还要走向世界 要和空客 要和波音比 我们的飞机和他们一样 或者比他们更好 我们能够在全世界 为全世界所接受 所以目前来说 你说我们和空客和波音 有没有距离 我们说我们是有距离 这必须承认的 我们看得到差距 但是我们也有奋斗的目标 和奋斗的方向 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 去追赶它 就等于说现在商飞 还没有进入这个比赛的 擂台上 我们已经站立在起跑线上 然后我们要准备 虚历 然后开始起跑 您预计一下 从现在站立和到最后 在起跑线上 共同来起跑 这个还有多长时间 从我个人的估计 大概还要三年 两年到三年 因为这个取证的过程 就要两到三年 不到两到三年的话 你得不到这个T-Season 就Type Certificate 如果得不到这个取飞价 你根本就不能商业运行 还不能进入这个竞技场 就是我们老百姓 真的是买张机票 坐上咱们中国商费的飞机的话 还要等两到三年的时间 我想是应该这样 当然也可能更快 从目前按照常规来算 大概是两年到三年左右 这是我个人的 我会跟您鼓鼓讲 希望时间快一点 好 我一定把你们大家的信息 带给我们的领导 好 来 就是刚才看了这个小片子 确实也是国外的 其实它不是在原地 等着大家去追他们 对吧 我们在发展 他们也在发展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比 是不是我们的速度 比它更快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弯道超越的 这样的机会 您怎么来看 因为超级计算机难 各个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欧洲 日本特别重视 它是作为一个替代事业的 一个手段 那么在这个制造方面 包括国外科大 跟那个 就是加拿大计算所 都延制了我们国家 自主品分的计算机 在计算速度方面 确实是排队了世界第一 但是这个仅仅是计算机造出来了 但是把这个计算机运好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这个运计算机 我们必须跟这些小大飞机 汽车 造船 这个方面的工程师 结合起来 来开发我们自主品牌的软件 我差不多听明白了 来 我们接着再来问 问一下这个 大美食中心 有差距吗 我们国家大美食食 还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 第一家综合性的大型食食 在单个的仪器设备上 跟他们是处于同一个水平 但可能他们的数量上来说 要比我们多 但我们大美食食的优势 就是我们是一个集群 重复了各种手段和方法 所以这样能够 充分发布它的优势 而基于我们这个大美食食 是开展的最前沿性的科学研究 现在也处于国际领先的 或者是前沿的水平 上海光阳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例子 说明这样一个追赶 甚至到这个就是我们讲 我们不能说超越 就是从第三集团 越成到第一集团的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是第几集团 我们在第一集团 有了上海光阳的建设 我们建成之后 一下子越成为国际上 最好的之一 我们不能说是领头羊 但是我们是第一集团军 来 二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提到 这个领跑还是跟跑问题 对吧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身一个例子 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 我们去日本去收视剧 是凌晨三点钟 我们需要调一波长 我发现那个波长 调不到我预想的范围 后来给他们那个 就是那个光线那个经理 去打电话 经理他因为他是负责管理 具体技术他也说不太明白 光线专业去打电话 他凌晨三点半 驱着赶到我们现场 下场给我们解决问题 我非常感动 因为他并不认识我 我和他没有任何交集 就是日本人 就是这种经验精神 有点感动深受 后来我们在 有了上海关 有了我们大军中心以后 我们也是去做实验 我们知道这种大国重器 那么我和五线六战 和我们光源的各位老师 都非常熟 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 我京城凌晨两三点 四五点去骚扰他们 所以我和他们很熟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 就是说他们同样非常经验 和什么人一样 甚至超过他们 我跟齐老师可能观点 有点差异 那么从那个蛋白质中心的设施 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一家 那个蛋白质中心 比我们的蛋白质中心的设施 更先进 就从硬件上讲 我说我们硬件上 从国家投入 从我们这目前来看 根据我们跟国外的使用 那个比的话 不比他们差 甚至有些东西比他们更高 这是我的观点 但是我们在软件上面 还是有点差距 所谓的软件就是在管理 在整个把这个 一系的最大的使用效率 讲的 你比如说工业的稳定性 工速的稳定性 跟EPS比 根据我们实际使用的效果 有待就是说 能够发挥更大的潜力 因为我们使用力 实在是数量太大 用得太多 可能说根据我们第一线的经验 我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 这是我的观点 好 就GDP来说的话 中国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 是全球第二了 就这个我们所谓的 在大国中西这个概念之下 有一个国际排名没有 问问一下陈院士 可以这样排一下吗 我想这个刚才我们在上海 在张江 在浦东 看到的这些变化 可以讲是一个缩影 但是呢 客观地讲 我们跟这个发达国家 这个相比啊 还是有不小的差 当然最主要 首先是美国了 它有一些以这种大型的科学仪器装置为支撑的国家实验室 这一些我觉得在美国呢 可以还是走在很前面 我们可以讲的过去的这么多年 不但的追赶 可以讲这个距离是明显的缩小 这有些方面我们已经开始接近 但是在不少方面 我们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一个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大型的仪器装备 我们自己的创新性的研究和制造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弱 我们好多还是从国外去购买 我想这个是一个差距 第二呢 刚才各位已经讲到的 就是我们怎么把它用好 我们建立起来以后 我们就有很好的使用的效率 就能做出很好的工作 这个中间还有需要我们进步提高 我们科技基础科技能力 和使用这些仪器装备的能力 这方面还要不断地提高 但是呢我想呢 这个情况正在变化 所以我想我们有信心看到我们的差距 同时也在加快我们的发展 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将来 能够使得我们通过弯道超车 通过我们的家境的创新 能够使得我们能够逐渐地计身 全面地寄身到国际的 这个第一方阵的这个水平 刚才我们在前两趴的时候说到 咱们普通的大国重机 是一个极寻效应的凸显 但是我们刚才看见国外 其实也有这样 比如说美国硅谷 还有那个以色列等等等等 都会有这样的一效应 那么咱们用这种区域性来对比的话 咱们将将在世界上 是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把这些大的科学设施群 如果国际比较上来看 我有这么几个认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 大的科学设施 已经处于世界上第一方阵 第二个判断就是什么 我们的很多的大的科学设施 由自己的特色 甚至于在某些方面 已经在世界上 诸如临跑地位 第三个就是 张江还在进一步的加大 这些大的科学设施的基础 按照现在的这样一个计划安排 未来五年 张江特别是在光子科学里面 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数量最多的 大科学设施群的基地之一 所以应该说 未来张江在光子科学里面 能够引领世界 好 谢谢 谢谢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其实此时此刻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话 我应该要总结 但是我今天不太想总结 因为就如我们李总所说的 咱们中国自己制造的 大飞机一飞冲天 它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应该更多地把曝光 聚焦于更广阔的天空 更博大的未来 我们相信在上海 乃至浦东 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学中心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座的大国重器也好 没有来到现场 聚焦在全国的大国重器也好 能够给我们的国人 带来更多的惊喜 带来更多的震撼 带来更多的底气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参与今天节目讨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自贸区就是我起航的地方 这里是创新创业的急风口 对于浦东来讲 是全国这个创业的先行者 这里是大国重器的新阵地 已经是全国研发能力 最强的区域 头脑风暴 携手东方财经浦东频道 带您一起见证 5月27日起 精彩呈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